大家好 我是户标胖子 今天刚从外地回到上海 回来有一个书分快递到了 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看 看看有些啥东西 东西还挺沉的 是一个温州的老哥发给我的 也是第一次合作 他应该是让我帮他把这些东西上拍 我们看一看都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看东西量不少 这量有点大了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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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不是一点点真的有点多 哎呀这个还是看着点啊 不能搞 一堆都是啊 我这些 我可能这东西不错啊 这个高光状态可以啊 82分这状态 我觉得这个我都想买他的 是要被捏这颗粿啊 我朝大宗 红武大宗 这是上海工 好飞的 啊有一堆 是要拍的啊 靠 太平天国 这个我喜欢啊 太平天国 大的太平天国 圣宝 这个好啊 这个比我那个状态好 这比我那个太平天国状态好太多了 啊 这个通宝好的 这个通宝也好的 大叮铃 嗯 啊这个是一个保孔当摆 啊这堆是送严斩场的啊 这堆是送严斩场的 量有点大啊 看一下这堆是送严斩场的 你先走看 等一下再跟你聊 送严斩场的 这堆是送严斩场的 这堆是送严斩场的 看送严斩场有多少东西啊 这个 这个是 5级的 扩置 降临 7级的就很一般了啊 短点通 他不是我记得他有几个啊 这个是个长宁扩宝 哇85的长宁扩宝 哇这个好东西 哇 签字长宝方冠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取冠铃 这是取冠铃 这是取冠铃 从严重宝的取冠铃 每字大字 每大啊 这每字大字 这个贵 这个我估计这个品项 这个这个品项的话 这个东西这个品项的话 我估计 可能是个天价 嗯得他妈上5000块钱 啊这东西得上5000 是5000块钱 这东西是5000块钱 这个天价啊 这个是大叮铃 短点通 每签 这个每签 估计也是6000以上的东西 谢爪宝 这谢爪宝一般的品项 抽签 抽是签字啊 这个真的不比85分的抽签差的啊 这自口状态真的是好看啊 行这几个重年 这个是送年的 送年一舱 两舱 三舱 四舱 五舱 六舱 不止八舱 送年有八舱 还有一个美大 九舱 嗯美大 三舱 一二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这一堆送年的也很不错 这一堆那个的也很不错啊 这一舱东西价值不低啊 我跟你说 这个是有价格表啊 康熙大户 一共三十七美啊 大宗背识一千三 大宗折八百 大宋元宝六百 端平五百 一王冠背大锅 太平天国一千五 这个太平天国一千五 我可以把它买下来 啊 这太平天国一千五是可以的 啊 关键他这个是船是黑 这一千五是可以的 这太平天国一千五是可以的 看他开赶架吧 不然能不能少一点 嗯 嗯 上次我买了个北京公伯的 是一千多吧 这一千五还是可以的 有一个半两两千一 我看半两长什么样子 是要是要花钱一千八 嗯这个花钱一千八 这个估计拍不到 嗯 前右长元版 这是前右元宝啊 这能稍微对一下 面有点大了 我给他看一下 用三十七枚 行啊 我到这给他弄一下 崇林通宝花钱 保拱当百六千二 崇林通宝圆贯六千二 康熙大福一千一 我先看到这个康熙大福呢 倒光我可能卖多少 合适的话就买一点 倒光要一千五 这个倒光一千五是没毛病的 东西不错 但是拍卖估计拍不到一千五 啊拍卖应该拍不到一千五 但是可以给他搞下来 哦 崇林通宝花钱贝心愿 这个六千二 嗯可以的 这小康熙 哦康熙 这是康熙的扩园是吧 用正宝镜 嗯 黄西通宝两枚罗汉市大浪汤 罗汉市大浪汤 嗯 你看看 通宝 那是马上福大福 这个要一千一啊 这一千一卖不到的 这一千一我估计拍不到 嗯 嗯 这个 元贯贝大锅 嗯 对一下元贯贝大锅一千一 这个有点悬 这个同名通宝六千二 雍正 保镜局 820 这个不是张镜 不通的用正宝镜 820有点危险 就是全民通宝 方式通宝罗汉市大轮胎 不通的用正宝 对 差不多 不通的用正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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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为环境浴水 来吧 aqui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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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两百多 去两千一 这个半两可以买下来 很不错 还有那个文德的两个可以买的 文德的 人家心理预期要的低 这个一千三可以买的 文德的八二 太忘了 文德的八二 也可以 行啊 差不多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观看 这一堆都是东宝东宝的好版啊 这些都是好版 嗯 行 今天视频就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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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